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雅婷 来杯咖啡开启一天早晨是许多民众的习惯 最近有项消息恐怕要吓坏许多人 美国加州独物教育和研究咨询委员会 多年前控告星巴克等咖啡业者 为警告消费者咖啡有致癌风险 最近洛杉矶法官裁定业者需要标注 引发消费者恐慌 原来是咖啡豆在高温烘焙过程中 会产生丙烯吸酸 在动物实验中具有致癌风险 但在人体方面证据不足 因此医生提醒消费者别恐慌 目前全世界只有加州才定要标示 台湾还没有计划跟进 美国加州独物教育和研究咨询委员会 多年前就已控告星巴克等咖啡业者 没有警告消费者 他们贩卖的咖啡含有高含量的 致癌化学物质丙息息安 洛杉矶法官日前裁定 这些咖啡业者必须在加州贩卖的咖啡 贴上致癌警语 引发许多咖啡族恐慌 致癌的化学物质丙息息安 主要是在咖啡豆经过高温烘焙时行程 不过医师指出 丙息息安只在动物实验中有致癌风险 在人体上的证据不足 消费者不用太担心 每天还是可以适量喝咖啡 近年来还有许多研究指出 咖啡有助于人体健康 甚至提出证据证明咖啡有助于降低离癌风险 至于台湾是否将跟进美国加州做法 我国卫生福利部表示 国际检也只有美国加州规定 因此目前没有计划跟进 但提醒民众均衡饮食规律运动 维持健康的生理机能才是维持健康之道 中央社综合报道 一人敌因和孙鹏的儿子孙安佐 上周因涉嫌威胁学校 扬言开枪扫射遭逮捕 引发美国媒体高度关注 现在案件有了最新进展 美国警方表示 在孙安佐的住处 查获1600多发各式子弹 以及一把9厘米手枪 这些事先被孙安佐的技术家长藏匿 宾州上达比警局局长齐伍德 在记者会上表示 这批弹药和组装手枪的零件 是孙安佐去年8月到美国后上网购得 他利用学校配发的iPad 上网至少20次搜寻有关枪械 或购买弹药以及枪制零件 另外美国时间4月2号上午 孙鹏和迪因以及新聘委任律师凯勒 一同进入宾州德拉瓦监狱 会见孙安佐 这也是事件发生后 一家人首度会面 刑警委任律师凯勒专精 恐攻威胁领域 他表示要看法院的意向 再拟定应对方案 现在谈案情发展还太早 凯勒也指出 孙鹏夫妇会尽可能留在美国 观察情况发展 案件定于11号开庭审理 中央社记者江青叶 兵州桑顿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有东方诺贝尔奖美名的唐奖 最近举办第三届 女性永续发展科学周 邀请首届唐奖永续发展奖得主 挪威前总理布伦特兰 来台唱谈 毕生推动永续发展的历程和理念 我们在这儿一起 需要共和协议 和一种交易的重拥 为保持我们的将其是 技术质进行的 技术运动我们进行的 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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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一只羊的娃娃 仍然可以咬到一猫 了一切的历程和医院的医生 我们的教学们 都能我们还是希望 我们再来远远远 布伦特兰在中医院举办的论坛上 和台湾学界交流 讨论许多台湾社会关注的议题 例如少子化现象 布伦特兰回顾担任挪威总理10年任内 把总生育率从1.7提升到1.8 归功于良好的家庭政策 推动产假 育婴假 保障妇女生育权和工作权 并逐步纳入男性的育婴需求 实践社会平权 另外针对环境变迁和空污 总理任内对化石燃料开征二氧化碳税 遭到石油产业激烈反弹等经验 建议领导者必须计划长远立场坚定 布伦特兰此行访台 除了发表演讲 参加论坛 行程还包括出席女性永续发展科学周 与成功大学的闭幕典礼 并且接受陈大颁发荣誉博士学位 主要设计者张志燕 王一文台北报道 台湾优质电视剧 再度与美国线上影音串流平台Netflix合作 几去年叫好又叫做的花甲男孩转大人 以及直剧场后 又一部台湾高规格制作的电视剧 获得Netflix支持 双城故事是以台北和旧金山为背景 探讨移民后代在台美文化的差异下 寻找自我的故事 日前剧组赴旧金山取景 在台湾长大的女主角曾佩瑜 剧中饰演ABC 她坦言语言转换是最大挑战 我要讲流利的英语 然后ABC唱的台语跟中文 就是而且在讲话的时候 要三个语言不停地 就是穿插 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挑战 而男主角黄伯君则指出 由于剧中角色的设定 和他本人十分相近 也来驾轻就熟 我第一次看到剧本的时候 导演说就是要演ABC 台国餐厅 我就跟导演说 这个就是我 所以就留在照片 剧组表示 由于剧情需要许多群众演员 不少侨胞都自愿前来客串 令人感动 双城故事将透过Netflix 以30种语言 在台湾以及全球190个国家 同步播出 让台湾影视作品 再度在国际发光 装设计的张克宜 旧金山报导 民俗记忆团磅礡的古声下 泰国曼谷国际书展 台湾馆正式开展 睽違十一年后 台湾今年再度成为 曼谷书展的主题国 156家出版社带来超过 1200本的版权书来共襄盛举 同时举行54场艺文表演 驻台代表同政员表示 这不仅是书展 也是台湾的文化季 我想泰国的朋友 台湾的侨胞都非常殷勤 殷切的期盼 这次的展出跟我们的书展 所以我想把台湾的软实力 我们的文化的国力带出来 让泰国的朋友 台湾的侨胞来共同欣赏 主办单位邀请设计师 肖清阳担任策展人 肖清阳指出 他观察许多泰国朋友 来台旅游不仅欣赏美景 也为了品尝台湾美食 因此希望这次展览 能从生活文化面向 让台泰有更多交流 泰国是一个设计力 是一个美学很发达的国家 所以在整个展馆的 美学的概念 我也想说用交流的概念 所以里面的美学的部分 放置的非常的多 从吃的 从玩的 从平常的实义住行 都是我们这次的主题 本次书展为期11天 期间将有台湾日 台湾文学节 主题音乐会 以及电影欣赏等等 让泰国朋友更了解台湾文化 中央司机的刘德昌 曼谷报导 带您关心美中贸易战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宣布 对大陆销往美国600亿美元的 货品课征惩罚性关税 并且限制中国在美投资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随即展开报复 宣布对美国进口大陆的 128项商品终止关税减让义务 包括水果和猪肉等将加征关税 官方还发布声明表示将奉陪到底 美中贸易战开打 对双边经济成长 就业和企业获利将造成多大冲击 市场经济师正在评估当中 专家坦言 贸易战若演变成更多层面的对抗 长期后果难以预料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咨询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